大家好,这里是高校办公,从新手到高手之小机小片 在整理电脑的时候呢,我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如果两三天不整理我的文档呢,这个文档就看起来乱七八糟 每一个文档里面保存的是什么内容呢,也记不清楚了 每次只能像这样双击打开这个文档 然后呢,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等这个文档打开 等啊,等啊,等啊,等这个文档打开之后,我们查看一下内容 哦,是这些内容,那么根据内容呢,我们再请相应的移动或者删除 这个文档查看完成之后,我们再查看下一个文档 又是双击打开,然后又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也可能会说,这种操作方法效率也太低了吧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打开文档的情况下来查看里面的内容呢 还真有一个方法,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请确保一下你的电脑是温时系统 现在我们演示的就是温时系统啊 然后呢,我们在上面的工具栏当中选择查看选项卡 然后找到一个预览窗格这样一个按钮 如果你是温期或者以下的这个系统呢 可能这个按钮是在右边 不过没有关系,他们的图标是一样的 我们点击预览窗格 然后呢,在这个文件管理器的右边呢 会出现一个空拔的面板 这个时候我们随便选择一个文档 比如这个文本文档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面呢 就快速的显示出了文本文档里面的内容 那是Excel文档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点击一下 也是非常的快速啊 跟刚才我们直接打开Excel文档来比呢 速度快了很多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查看里面的内容 再试一下这个PPT文档 哦,PPT文档也可以显示出来 而且呢,大家注意到 这里面的动画呢 也被王文正的还原出来了 简直是太高效了 这样呢,我们再整理文档 就会效率大大有所提升 那么你可能会问 如果我的文档都在桌面上怎么办 我怎么去查看 它右边的这个预览窗格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直接双击打开电脑 然后在快速访问栏当中点击桌面 这样呢,我们就在文件夹里面 把桌面打开了 然后我们在查看选项卡当中 点击预览窗格 然后选择这个文件 就非常快速的预览了 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好了,以上就是本节课程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让你的工作更高效 更高兴的办公小技巧 咱们下一节课再见